第三个问题 每天的功课较多 能否前一天晚上先念每种经文的部分 第二天早上再念完剩余的各种经文呢 分两天完成和当天全部完成 效果有区别吗 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呢 经常有碰到 人家呢过去呢念经今天念不完 今天身体不舒服念的不快 那么放到明天对不对啊 找课再做 实际上第一不管做什么功课要用心 今天做不了明天做 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 但是如果你有经历的话 你念经的话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念掉是最好 实在念不掉的话 今天比方说我要做七种功课 你可以把大悲咒念几遍 心经念几遍 本来要念二十一遍 你今天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 什么只要念一遍之后 它就有个延续性了 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全部念大悲咒 明天全部念心经 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都念一点 因为你这种七种功课 都可以得到明天的延续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umm心经认都会有 conse签 去世呲 team 我说他比我进 Check this 你要试取